好 請告訴我那個你腳的來治療腳多久 今天是第二次 對 那之前的問題這個問題多久了 十個月是不是 十個月左右 十個月 從月初開始 好 那之前嚴重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慢慢嚴重 嚴重到就是說整個腳底 腳尖麻痛 發冷 然後有時候到 不好的時候一直到這邊來 那可以睡覺可以踩地嗎 踩地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非常感激 所以記得你說晚上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要穿鞋子都很小心 碰到就會痛 輕輕碰到就會痛 而且上次你表演給我看是用兩邊在走 對 對 第一次治療以後就是腳心的部分比較好 好很多 可是腳這邊周圍還是很麻痛 就是在周圍跟腳趾 對 然後那個冷的感覺好像第一次就沒有了 對 比較沒有了 對 然後 好 那睡覺的時候也是麻痛 醒來更麻痛 對 可是就是說第一次治療以後 麻痛的感覺 腳心比較好 所以比較容易入睡 入睡 那我記得你那時候來的時候 剛剛是我八九對不對 如果十的話八九 然後我們第一次治療後 今天第二次嗎 對今天第二次 好你可以起來動動看嗎 可以桿踩地了 那用力秤也沒關係 然後兩個膠質之間的摩擦 就沒有那麼多馬桶 幾乎都比較少 對 結果八九十都沒有了 都沒有馬桶了 對 都沒有馬桶 而且你可以正常走路 我剛剛看還可以正常踩地 正常走路 踩地都沒問題 嗯 那用力踢也有趕了 都趕了 是 就是還是有一些 Tandent好像有點痠密 是是 輕微的痠麻 本來這個痛會沿小腿外側 到大腿內側到胯下 對 從這樣子這樣子 那現在呢 都改善多少 改善 這邊還是有一點痠麻 可是這邊改善 七八十嗎 對 你說以前非常的敏感 敏感 脫褲子都會小心 都會痛到 都會痛到 就會有點反應 是是 很好 好 我們第二次治療對不對 對 第二次 好 好 加油喔 加油加油 很開心吧 好